还记得中国娃娃吗?18年后长这样!如今! 还记得中国娃娃吗?18年后长这样超正! 女子团体中国娃娃2000年以单眼皮女生一曲一炮而红,大错特错不要来,侮辱我的美这句歌词,更是属为人知,团圆贝尔与娃娃2013年正式重组后,近年多在泰国发展演艺事业,而两人容貌,风格也和过去大不相同, 已从青春少女腿变成性感正妹。 中国娃娃如今已变性感正妹,聂唯一,娃娃,常在脸书粉丝团长PO出两人合照,大秀性感风,和粉丝分享生活和工作点滴。 农历过年期间,两人还贴心地用中文向粉丝拜年,勾起不少人的回忆。 中国娃娃最早在1999年,由缅唯一,娃娃,和黎孝燕,更而,在泰国成军,评级首张泰语专辑《Mewi Nika》 《红民主打歌》在当地异曲成名,之后再重新填词,在台湾、中国、星马等地发新国语版专辑《单眼皮女生》,《红遍花语歌坛》。 2005年本暂时退出,娃娃曾和新成员刘佩军,《单纯》,组成第二代中国娃娃,并于2010年发行专辑,可新成绩不如预期,直到2013年6月本归队,中国娃娃才又复活,近年来持续在泰国等地区演出。 还记得中国娃娃吗?18年后长这样超正。翻射网络。 中国娃娃现在长这样,和过去青色模样大不同。翻射娃脸书。 中国娃娃现在改走性感风。翻射网络书。 翻射网络书。 翻射网络书。 贝尔婚后育有两个孩子。翻射贝尔IG。 翻射网络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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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